过年期间大家都会走春拜年 返乡过节当然也想让自己看起来更漂亮一点 结果现在不仅是微整形非常抢手 更因为今年年假九天 让复原的时间可以较长 所以包括像是呢 拉皮龙鼻就比往年多出了三成 以美诊所预约爆满 连过年期间都不能休息 就连艺人罗佩颖都赶在年前要进场大保养 不过两天就要过年了 当然要来内部大装潢一下呀 摸摸脸又嘟嘟嘴 觉得脸颊不够风雨 嘴唇不够翘 已经是动灵美魔女的罗佩颖 敢在年前加强微整形 为的就是要在过年期间 美美的跟大家百年 算是胶岩蛋白的苹果肌部分 我觉得这边少打了一针 然后那我就来把这边把它补齐 喂你好 是邀约除夕下午三点半吗 医美诊所电话响不停 柜台也挤满了咨询的民众 通通都是想在过年时候更漂亮 想在年假期间微整形 人气最旺的就是可以变小脸的肉毒感菌 第二名是玻尿酸苹果肌 还有电下巴也是许多上班族 微整的选择之一 除了微整形也因为今年年假休九天 龙鼻抽脂恢复期比较长的整形手术 今年特别多 咨询人员一个接着一个 医生更是忙到几乎连吃饭时间都没有 因为过年预约课比平常多三成 医美诊所干脆全年无休 决定过年期间也不休息 上班族的话基本上 通常都没有时间来做 这些微调的部分 那詹妮祖父的话 他们也是就是整天都在忙 平常时间少 趁着难得的长年假 怎么样都要整理门面 让自己漂亮一下 中文新闻 陈建雄 台北采访报导